玄波數早晚說過 為了後果會開始 要調整部份的玄波油 的油價這次的調降 有這五千四百多項的 油片的介紹 今天可以執行 玄波的支出要八十例 玄波數表示 應用最近有的油 有欠貴的數字 有八千多項的 油片是沒有調整 受疫情影響 玄波油價已經兩年 沒有做調整 玄波數找 不是說過上新的油價 要在四月找一張路 這次總共檢討 一般四千多項油片介紹 最好調降五千四百多項油片 調管三十多項油片 有個調降總經驗是八十二點八億 創輸上調整品行相救的紀錄 因應這一次的不調整的原則 有三大不調整原則 就是基本價的不調整 那調整之後呢 會低於基本價的 我們也就是以基本價 來做價格的保護 玄波數表示 因應最近油片欠發數據 這次油價調整 有八千多項油片沒有調整 也有台版價的原則 那青山政府不夠成本 也能替分析報告 中心議價 不過他跟團體政府 金本改革制度 是占對玄波油片的 給付和給付制度 通貨檢討 也要漸漸過低 要這樣查眼神的困擾 用藥品質 指示用藥扶因給付 以及民眾因缺藥 可能會有自行斷藥的疑慮 那主管金官是否邀疾 相關的團體來共同會上 機診診所經常在開了一些指示 用藥 那一下子通通都不給付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未來還可以再演藝 前面最近有有所 合約憲報本來結合一般 有油額上只是享受 四歲完共調這個議題之前 也討論過也出現過前期 未來也能夠堅持 目前有些油片經過油球 就是經濟調度 也是有油額通用 現在大調查 真正欠油額95種 按算三月中就能開關 記者綜合報道